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根据中央气象局预报资料,中国甘肃沙尘暴预计今晚6日,随大陆冷气团南下下午时浓度可达每立方公尺200至250维克,提醒民众周末外出要留意空气品质。 环保署指出,明天受到大陆冷气团携带沙尘南下影响,北部竹苗中部高屏级离岛空气品质为橘色提醒,北部地区局部时段可能达到红色警示,云嘉南地区在境外污染及本地阳城叠加影响下,为红色警示,伊兰花冬则为普通。 这波沙尘暴4日至于甘肃兰州测得下午时浓度每立方公尺高达2900维克,今天在上海测出每立方公尺546维克,预计于今晚降雨缓和后,由北至南影响全台空气品质。 环保署提醒,敏感族群及老人、小孩等抵抗力较弱者,应避免在户外涨时间剧烈活动。 春季天气变化快速,请民众留意最新空气品质资讯。